经教 诸解 为什么 为的是帮助我们建立坚定的信心 坚固的运力绝不动有 这一生当中往生是真实的成就 修其他的法门 没把握 我搞了一辈子 二十六岁修佛 三十三岁出家 出家就讲经教训 到今年五十五年 我在八十五岁 看到世界这么多灾难 确定回头了 对于过去所学的这些经论 没有把握往生 华炎金不讲了 讲了四千多个小时 专讲 无量手机 做自己往生的资粮 而且专讲 黄年老居室的大金主机 讲一遍 一千两百个小时 一天讲四个小时 要讲满三百天 我就干这个 其他统统放下来 国内外所有活动 我也不参加了 除非是真正于整个世界和平 有帮助的 我可能出席一次 不是有这么大影响的 我都不参加 念佛求生净土 要紧哪 只有这桩事情是真的 其他事情都是假的 搞假的 就是搞六大轮回 搞真的 就是往生西方基督世界 两条路摆在我面前 我悬往生极落 不再搞轮回了 所以 对于这个世间事情 彻底放下来 世间事情虽然 样样是好事 你们怎么说好都好 我没有反对意见 古人所说的 古人应苦 古人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